中國警方在今年7月對維權律師發起大抓捕行動 其中 王宇 包龍軍 李和平等約10位律師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及涉嫌情緒滋事罪刑事拘留至本週三 整兩個月 當天上午 王宇家屬委託的李維達及呂周冰兩位律師 到天津市公安局 河西分局 御省支隊遞交委託手續及要求會見當事人 記者下午致電李維達律師 她告訴記者警方這次沒有拒絕他們的申請 你來簽署一下 才能安排下一步的會見或者什麼程序 在一個程序裡只能委託兩名律師 那這個需要多長時間 我估計得下注一點 因為它介入來回郵遞就得兩天到三天 據瞭解 7月被抓的近10個維權律師均在天津市河西區公安分局 御省支隊 兩個月來律師曾提出申請會見 當事人 但都被警察以各種理由推託 李維達說 李和平 包龍軍的辯護人本週四 將再次提出申請會見 明天可能還有其他律師來見其他當事人 也過來 明天可能 明天是見誰啊 明天可能是有幾個律師 但到時候你都知道了 有幾個律師可能過來 有包龍軍的律師吧 還有李和平的律師 現在有多少律師在他這裡啊 就我知道都有七八個了 基本上都在他這兒 今年44歲的王宇 2004年開始在北京職業 近年來 他曾代理范木根案 曹順利案 伊里哈姆案 也曾參與 2014年建三江事件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記者喬龍的採訪報導 在北京職業 bob和平的採訪點本地幹之西 保大獅子